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WTO打诉讼欧洲败诉 它是免税进口的赔偿措施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人误会以为 欧盟可以进口 我为什么不可以 它是2万吨到4万吨之后呢 它是免税进口作为一个补偿措施 我们没有打官司 没有败诉 不要主动的去国际间做补偿 我相信我的国民也不会同意的 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待更长点几个月的时间 来让这个检验的标准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依据呢 就是换句话说 不是我们国内所谓的那种橡皮专家所说的那个数据 而是国际上的认证呢 这个跟委员真的老实的报告 您可能意思是说 我们为什么不等到CODEX 国际组织有那个结论 那个国际组织已经讨论了5年8年 而且今年开会搞不好不会摆在议程上 因为这几个主要的国家不能达到协议 我们至少可以等到7月份他们有一个结果 或者没有结果以后 我们再来订论不是比较好吗 公委员报告 我们同时来讲 国家的竞争力不能一再地等 而且如果是有这些困难的话 依照你一个协调人的多年的经验 为什么我们的马英九不能像你这样 很公平很诚实地说出他的困难之所在 他一再地说 我没有时间表 我也没有压力 事实上他都有 他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开口呢 不过跟委员 他想要隐瞒 就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赞成 拿国民的健康去交换经贸的利益 这是不对等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 他对国民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美国三亿人吃了11年 以牛肉为主 没有一桩负面的Case 让我们现在这个对健康无害的状况地下 有的人像委员说 为什么不等一两天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猪肉要零售肉精呢 我们目前国内猪肉牛肉都是零售肉精 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定这么严苛呢 这里都有问题 跟委员报告 目前行政院的立场 所谓牛猪分离 猪的部分不只是我们内部 所以国产猪 进口猪都不得使用莱克多巴胺 这个是国内一致的做法 对 那我们对进口的也应该采取同样 除非我们放松国内的 可是我们其实不值得这样做 放松的话我们是对进口猪肉我们不会改变 目前 对 但是我们应该往那个好的靠拢 既然我们本来的 本来的标准就是零 那我们就维持这个零 不是让大家比较放心吗 为什么在有契约压头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比较懦弱一点了 跟委员报告 我觉得委员非常知道全世界的状况 那美国人使用那么多国家使用 日本也开了 韩国也开了 我们左手羡慕韩国说 他又跟欧盟签FTA 又跟美国签FTA 我们为什么不能 右手我们就说他开我们不开 这种状况是觉得 对 这些话也许是在更早以前提出来的话 会比较有效 谢谢你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的指教 请问麻烦高口连秘书长 我有一个问题 也几乎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当然也是公众的问题 就是在两岸的一些权益方面 我们这边的著作经常被他们那边倒映 或者是转载 但是呢 他并没有付给我们费用 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个机制 是可以去非常快速的 有效的来取得赔偿的 有的 我们在前年的第六次会谈的时候 有签署智慧财产权保护的一个协议 那么根据这个协议的话 我们这边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智慧财产局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可以把这些案件呢 向智慧财产局来申诉 那当然如果给我们一份资料 我们海基会也愿意来协助 来协助向对方来反应 对 但是因为中国大陆非常大 而且也相对的 他们的政府似乎不怎么想要处理这件事 以我个人来说呢 我的文章经常被他们每一个省的教科书选进去 但是呢 他们都好像假装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或者说联络不上 或者说如果你来要 我们就给你 如果去要每一篇文章的转载费 大约比如说两百块钱人民币 我要花非常大的功夫 那这些呢在我们国内在台湾 是不是可以就委托什么人把这个事情 就让他们就主动的做了才对 他们不要等我们去求 说拜托你把我该得的钱给我 他们应该有一个主动的机器来把这个钱转给我们的某一个单位 这个细节的操作 用了别人东西应该主动的去寻求 唯恐这个自己有不干净的地方 很努力的去寻求 立刻去付费 而不是我们去求他们来给我们钱 我没有那个时间去求那个钱 我想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么两岸之间这一类的类似的案件的争议还非常多 您是作家啦 那就这样谈文章 对 那几乎每一个省的教科书都在用我的文章 还有很多别的像是这个歌唱家的话 他有卡拉OK的问题 也有类似这个问题 我们来努力来争取好了 好 谢谢 好 麻烦赖主委 我要问赖主委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我也请您暂时不要回答 我也想问在座的委员或者是官员 就是我们今天好像大费周章的说了六四 请问在座各位有谁为过为六四的民运人士捐过款项的举手 这个委员可能我相信那个在座可能有一些人有啦 但是我不知道是说在委员会里头可以举手吗 我不知道 可以吗 我以前曾经在英国的时候我捐过 好 他好像在座有人以前也捐过 我所了解 对 我觉得我们在说我们关怀他的时候 其实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真的有关怀他吗 有去采访过 询问过有关六四真相的人请举手 哇 有一个 两个 能说出除了那个坦克车的画面以外的故事的人 有谁请跟我们讲一下 好 请讲一个 好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包括记者 记者是比较消息灵通的人士 很遗憾没有 我是有去采访过的 在某一个大学 我现在不说出来 免得那个人有危险 他是那个学校 因为比较靠近北京 所以他是亲自跑到那个现场 有一个地方专门堆尸首 他只找他那个学校的学生 他没有去找 但是他看到了整个的尸体 因为那个六月已经发臭了 但他要把他们的学生拉回学校去 一个女老师他跟我讲 但是主委知道说 这个中国大陆官方 军方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们宣布的死的人数是多少 我没有注意到 大概十几年前 他们正式的在美国被采访的时候 说的数字是零 所以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相信有 真的我们去看的话是知道的确是有 那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去炒作六四 真的关怀的话呢 那里头是有非常沉痛的故事的 那应该好好的去关怀 如果能够口诛笔法呢 当然是更好 但是呢 是要出自真诚的 谢谢各位 谢谢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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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